面对多项性骚扰指控 纽约州州长古墨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 情趣激动地宣布他不会辞去州长一职 古墨表示自己是一名女权主义的强力支持者 并且没有冒犯或不恰当地触碰过任何女性 如果她的行为给他人带来了不是 古墨表示会向当事人道歉 然而这一切都需等待司法部了解所有的事实之后才能决定 根据内部人员透露 由于古墨的丑闻和指控连连不断 部分高级顾问和职员目前已经离职 而州政府的首席发言人威尔伯恩斯 也表示将在近期辞退州长办公室的职务 拜登总统已同意民主党人提出的收紧第三轮 纾困法案中1400元刺激支票领取资格的要求 现在收入超过8万元的个人将没有资格获取这一笔现金发放 之前该上限为10万元 夫妻领取支票的最高收入限额现在确定为16万 而之前为20万 温和派民主党人另外推动的将补充失业金 从众议院上周通过的每周400元消减至300元的提议 将不会被纳入提交参议院的法案文当中 就刺激支票而言 每人1400元的发放 仍将从年收入个人75000元和夫妻15万开始递减 与众议院法案中的设定相同 白宫发言人普萨基今天再次呼吁国人继续佩戴口罩 即使部分州的州长已经放松了完全或取消了这一项卫生限制 普萨基表示 由于部分领导人先前对新冠疫情的疏忽 不少地区的人民和政府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人们不仅需要听从总统的决策 更需要听从疾控中心和福气博士等医学专家的建议 白宫方面表示 总统拜登将会在近期与各个州长通话 并深度讨论卫生措施的实施以及具体时间 就在昨天德州和密西西比强制取消了 佩戴口罩的卫生规定 并批准州内企业开放所有业务 但疾控中心主任瓦伦斯基今天强调 现在并不是取消所有卫生规定的时候 而只有在大规模的疫苗接种工作完成之际 地方政府才可以考虑逐步放松卫生限制 联邦调查局和国土安全部提供的情报显示 一些右翼极端组织正在讨论一项可能在明天 发起针对国会大厦的阴谋 根据国会图书馆记载1933年之前的美国总统就职典礼 一直是在3月4日举行也就是明天 一些极右翼团体及川普的支持者认为 川普并未输掉2020年的总统大选 应该在3月4日这一天再次就任总统 因此一些极右派阴谋论者 一直在散布川普将以3月4日就职的谣言 尽管肺炎疫情以来一些城市 连续发生针对亚裔的歧视和暴力犯罪事件 近期再次出现上升趋势 中国驻美食馆日前再次提醒 在美国的中国公民切实加强安全防范 遭遇此类情况务必保持冷静妥善应对 尽量避免发生口角和肢体冲突 确保自身安全 适中获释后及时报警 如果在校园公司等场所遭遇此类情形 还应及时向校方雇佣方反应和寻求帮助 必要是寻法律途径维护正当权益 请继续锁定新闻快讯 掌握新闻的最新动态